王老师好 金明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聊的是你第二本小说 那第二本小说也是过去这个 你曾经访谈过的一些脉络重组起来的吗 是的 駝背汉语化姑娘主要有三篇 那里头的第一篇 駝背汉语化姑娘 那她的时代是 就是把她落在日据时代的末期 尤其是昭和二十年 也就是我们的民国三十四年 抗战胜利那一年 那在一个时代混乱战乱的情况下 所有在台湾的正常的身体正常的男人 通常都要被抓去当日本军夫 要去作战 那唯独这个时候 本来一向是生活最艰困的一个叫駝背汉 她真的天生就是龙骨就是弯曲的 那駝背汉她反而在战争中 她是幸存的 就不用被征召 不用征召当兵 那里头另外一个姑女 她叫做花姑 因为人长得很算是还不错 那另外她又是从小父母双亡 所以她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百家饭是什么您知道吗 就是到处吃嘛 对对对 到处就大 对对对 这一种女孩子 而且我说她是从一个餐桌流浪到另外一个餐桌 那以她的感情生活来讲 就是说她没有父母照顾 她也等于从一个男人的怀抱 流浪到另外一个男人的怀抱 就一样一张床换到另外一张床 对对 所以两个蛮心酸命运的人 反而在这个时候 因为阴错阳差两个人在一起了 那就结尾夫妻了 好那结尾夫妻之后 他们面对的还是抗战末年 我们说就是战争末年 最痛苦的那一段时候 那那一段时候怎么样活下去 还有面临了哪些困难 金明你有没有听过有一种病叫做丢高 丢高我常常听到那个大人在骂小孩丢高 可是我不知道是病 对对对 现在我们听到的丢高 其实常常是这个小孩有过动倾向 这个小孩在跳来跳去 闹来闹去 然后大人就会骂 你是在丢高吗 对对对没错 那可是呢 在日治时期的末期 有一种病真的叫做丢高 是什么呢 就是说大家晓得在当时抗战的 就是说台湾是被日本统治嘛 对 所以台湾的丰富的粮食 米啊盐啊 那个糖啊等等 其实呢全部都要缴归公家所有 然后公家再分配物资给你 那我问过我母亲他们 他们说当时一个成年人一天所吃的白米的量有多少 你知道吗 一天白米的量 对 是算碗还是算金 你看算碗算金都很大 我妈妈她说 当时一个男人 不要男人 就是说一个人成年人 他们所吃的白米的量 就只有一个火柴盒般大 火柴盒 如果大家现在想象的话 你想象一个橡皮叉 两块橡皮叉 好那就是比火柴盒还大了 那就这样子的米的量 煮起来其实大概半碗多一点吧 一天哦 一天 那我们现在可能大家怕胖胖要减肥 可以吃的少 对 可是以前生活的主食 生命的主要的能量来源就是靠白米 那吃那么少 几乎每个人都快饿疯了 每个都每个都很瘦 对 那丢高是发生在小孩 小孩因为营养极度的不良 大家一定看过伊索皮亚那些可怜的孩子们 那种样子 那种样子就是 这个形容起来我们都会觉得很心疼的 行戴哪楼腿 就是肋骨 一根一根都看得见 像楼梯可以爬上去 行戴哪楼腿 肚子像一个水缸 就是说那个肚子是大的 你们看那个小孩就是说他们肚子都鼓得很大 但是那个肋骨一根一根都看得见 然后再来四肢会非常非常的 那个就是又瘦又干又小 所以他们说 三肢手 三股骨骨 马骨就是一种像树枝就对了 两只手像树枝 然后两肢咬 好 那后来这个形容词就被那个救国团的变成了 这变成后面的搞笑 但是其实这一个形容就是形容在日治时期的末期 我们台湾小孩他们丢高 招了猴就跟那个小猴子 营养不良的小猴子的长相很像 好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 就是说在日治时期的末期 小孩子们几乎 因为母亲没有粮食吃就没有母奶 那没有母奶 小孩就饿得跟那个小猴子一样就丢高了 好 那所以我在这一篇小说里面 是因为我们这位驼背汉 他从小就知道求生的本领 所以他懂得到山上去去打猎 找野味 找野味找果实 好所以他可以把自己的老婆花姑娘 把他养的白白胖胖的 那既然白白胖胖 那他所生的小孩也可以被养的白白胖胖 所以在一个战乱最大家最痛苦的时候 反倒这一家最好 好那这下子就说一个陶贵 就是驼背汉他本来在当人家的长工 那那个长工他就那个陶贵 陶家他就过来了等于威胁利诱要那个驼背汉的老婆 花姑娘要来帮忙他养他的孙子 因为他的孙子已经丢高了 好那当然驼背汉与花姑娘拒绝嘛 因为你他们用的理由其实也很乡土也很精彩 他们说当那个饥荒年代出现的时候 山里面没有什么样的果实的时候 要是那个母猴生了两只小猴 那没办法往往要放弃一只 要不然两只都会死 那要不然那母猴会死 所以这种是大自然的求生的本能 所以这个陶贵汉他就用这个理由来拒绝他的头家 强迫他的老婆要养两个孩子 那这个头家他偏偏举出来的理由又好玩 他说 就是礼语这句就对 有有有就是这是人家家里面生了孪生孩子 双胞胎的时候大家去赞美他们的话 就是说女人如果能够一包生两个孩子 然后相妮就是双乳喂双孩 那金银财宝天就会死下来 所以意思就是说 那你只要帮忙养大我的孙子 我们会给你金银珠宝 那可是在那个时候金银珠宝绝对比不上百米 比不上物资的 有钱没东西买 有钱没东西买啊 好那这下子 那个那个陶贵就知道求不来了 他们知道用贵的 用贵的去求他 然后把小孩抱过来 那小孩一哭 那个花姑娘所有的母性就被牵动起来了 心就软了 心就软了 然后真的就帮忙养 好那帮忙养好可是那又因为就是说 其实我里面故意写一大段叫做战争创伤压力症候群 好这个就是说我看了很多越战的电影 然后我深刻的去体会就是说 凡是从战场上退下来的很多的兵 他们即使表面上看好好的 但是他们内心往往有受到很大的战争的创伤 对 那所以我让里面的那个头家的儿子 第二个儿子 第二个儿子叫次郎 因为他跟太郎两个人去打仗 结果太郎死了 死在他旁边 所以能够带回来的只有指甲跟头发 而次郎他自己腿又受伤 那回来之后 他就是说觉得人生在最绝望的时候 他唯一能够安慰他的就是看着他哥哥的小孩 这个小婴儿 尤其是看到那个花姑娘在喂奶 他更会觉得这个残酷的人间终于有一些希望 所以他就常常跑去看那个花姑娘喂奶 好 然后他去看的时候 有时候他那个就说战争压力创伤症候群 又发作了 就是他眼前他会出现一些幻影幻觉 他觉得很多的敌人又来攻打他 所以他要拿手榴弹丢他要什么用嘴巴去咬那个隐姓 然后什么哇所有战争的状况 好 那其实他是幻觉 而这些他攻打的敌人竟然是那个花姑娘 而花姑娘就狠狠的回答他一顿 然后就逃回家去 好 然后他就是整个的状况反正搞得一团乱的这种感觉 所以这一篇其实我觉得观众朋友们 你们如果在边看会边笑 然后边笑但是你内心又有一种很悲凉的感觉 然后最后是这位花姑娘 她还是坚持喂这两个小婴儿 那可是喂到她有一天真的支持不住了 她死了 然后死了之后 那个这个驼背汉很难过 她就到处去募捐米 就是说左邻右舍大家就捐几几 就是等于几点点米 好让她煮脚尾饭 好那大家都知道脚尾饭是怎么一回事啊 然后当她煮好的 然后来拜的时候 好然后偏偏这个时候 其实花姑娘没有饿死 她是休克而已 暂时休克而已 她醒过来了 然后一闻到那个饭香她就把饭整个吃掉 所以天底下唯一吃过脚尾饭的人可能就是她 然后就活过来了 所以这是一边就是有笑有泪 然后快快乐乐 但是又悲悲凉凉的一个故事 她就非常渴望能够好好吃一碗饭 因为那时候是根本就很难的也不太可能 包括老师讲说哇一个成年人 一盒火柴盒的米粒 那这样煮三餐 那最后只能变成米水 根本就吃不到米粒 那个几乎真的是处于饥荒的状况 那这一篇因为她的本土性很强 那后来就是我把它改编成为剧本 就是荣兴客家采茶剧团 就是客家戏客家大戏 那我把它编成了剧本之后 在去年去年就是我们在国家剧院 台北的国家剧院就盛大的演出 我永远记得在演出的时候 很多的很多的相亲 不管是客家相亲或者是台湾相亲 甚至是不懂客家话 像我也不会客家话 好然后都来看了 那我们有一位政坛的大佬姓吴的 吴老先生 吴客家大佬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位吴老先生 他刚好坐在我前面 我就看到他边看边掉泪 然后再来看完之后 他转过头来对我说 王教授 我一定要努力 把你这么好的小说跟这么好的戏 推广出去 然后我就对这位吴大佬深深一鞠躬 我说背功就靠您了 就靠您了 我说这么好的戏如果只在台北国家剧院演出 太可惜了 好然后他说我来努力 我会结合我们客委会来努力 再来呢 真的就是去年的七月开始 我们这一个驼背汉与花姑娘就巡演全台湾 我们演了十几场 连那个屏东啊花莲我们都去演 然后是原汁原味的场面过去算是比较边缘的地方演 然后每一场演的时候 我就发现所有的这些观众 他们是真的是在台下又哭又笑的 是啊是啊 我觉得很感动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我们创作人最大的快乐在这里 看到你写出来的文字变成了戏剧 戏剧在舞台演出 而下面的人一直在跟你有互动跟共鸣 好这是这本小说的第一篇 叫做头背汉与花姑娘 那我们接下来介绍的第二篇就是 阿秀姨啊 阿秀姨啊 阿秀姨跟她这个另外一个女孩子 他们两个相依为命这样子 秋月 这一篇阿席姨 她就是跟我们前面第一部 我美人间小说的第一篇叫做韩笑 韩笑跟阿席姨两篇合起来 然后改编成为了 玉剧团民国103年的年度大戏 叫做梅山春 梅山我的故乡梅山 然后春是春天的春 梅山春 春天的春 她是民国103年的年度大戏 而且也巡回台湾演12场 那这个很感人 阿席姨她其实真的有这个人 因为在大家听广播看不到画面 要不然我可以把她的照片秀出来 这位阿席姨一直活到108岁 她是我们梅山的人 那我小时候在筍甘工厂当同工的时候 她常常是坐在我旁边一起工作的人 那她会把她的生命故事就讲给我听 她的生命故事真的是够凄凉悲壮跟伟大 她29岁上夫 就是当了寡妇 然后她就是养大的小孩 然后她丈夫当时得的病 就是肺结核 就是肺老 而在日治时期 那个时候没有抗生素 有抗生素也都要送到军中去 所以那个是不治之症 等于是绝症 绝症 所以当她丈夫知道得了肺老之后 阿席姨她一边照顾自己的丈夫 一方面她叫自己的儿子女儿 绝对不能靠近 因为不怕一万 只怕万一 因为肺结核会传染 所以当那个孩子会想念爸爸 爸爸也会想念那个孩子 可是她却隔离他们 只让他们在玻璃窗那里招招手 就是不能够进来撒娇 不能够进来拥抱 然后这是真的 她觉得一得病是无药可救 那两年之后她的丈夫死了 死的那一天 她的大儿子一直在打门敲窗户 要进来看爸爸 可是阿席姨她阻挡了 当阻挡不了的时候 她就出去门关起来 拿起了棍子开始打自己的儿子 边打边骂边哭 她说死老爸 不能再死乖 死老爸不能再死乖 因为肺结核是空气传染的 对对对 所以她把儿子打走了 好 然后可是那儿子也因为这样子 从此不喊她阿母 就怀恨她就对 怀恨 然后就这样子过了八年 这个大儿子也已经娶妻生子了 而这个时候 那个日本皇军征调他们下南洋 征调大儿子下南洋 然后我里面有一大段就是 那个阿希宜跟着媳妇去送别大儿子 那大儿子他坐在那个军用卡车上面 然后看着下面黑压压的人 追着那个大卡车跑 在送他 其实下面送的就是说 每一个人都会尽力的喊自己 卡车上的孩子的名字 因为那一喊可能是最后一声 然后卡车上面的人 各个也心都要碎了 因为他们也都要多看 卡车下面的亲人一眼 因为那一眼可能是最后一眼 对 所以就在这个时候 这位阿希宜的大儿子 他站了起来 然后到卡车的最后面那里 看着台下追着卡车的那些人 他突然间大喊一声 阿 阿木 应该是喊阿木 但是因为太吵杂了 而且有点距离 根本就听不到 但是从那个嘴的嘴形 阿希宜觉得 他一定是在喊阿木 对 因为他八年没有喊他阿木了 而他喊这一声阿木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拜托阿木 你要帮我照顾好我的 我的妻子 老婆跟小孩 我的小孩 好所以母子连心都懂了 好 然后再来是儿子果然就暂死在南洋 没有回来 而这个家里面的媳妇 其实是很恨阿希宜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我丈夫就要去当兵了 现在你在卡车上 你为什么喊的不是我的名字 你为什么要喊你阿木 你应该喊我才对 他吃醋了 好 然后 哇 那这下子婆媳关系又不好了 这位媳妇其实等于在虐待婆婆 因为我写的那个 就是美人间是婆婆虐待媳妇 所以这里反过来 欺负阿希宜就对 欺负的很严重 那所以最后阿希宜他觉得他的任务也完成了 好 那也帮忙儿子带好的孙子照顾好的媳妇 所以他后来他是搬到了我们眉山的街上去 然后跟秋月住在附近 好 然后一直到经过了很久很久 其实秋月他也有自己的伤心事 对 那不过秋月跟阿希宜两个人就是反而 他们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但是关系却比母女还要轻 互相扶持这样子 对 一种互相的依赖 那后来呢 就是在有一天他们要一起去看戏 要去看戏的时候 那个阿希宜就对这个秋月说 他说 我拜托你 好 希望你有一天到 就是山上去 去找我的媳妇 然后你帮忙我说一个谎 就是说 你一定要讲哦 就是你去告诉我的媳妇说 你当时追在卡车下面 你听到卡车上的 那个就是阿希的大儿子 他最后喊出来的不是阿木 而是阿珠 因为他的大媳妇名字叫阿珠 阿珠 阿珠 好 然后这个秋月心里面在想说 哪有 我那天第一个我又没有追在卡车下 第二个我什么都没听到 但是阿希坚持拜托他去说谎 原因很简单 因为那个阿珠跟阿木 这两个音在闽南话 完全嘴巴的形状完全一样 就嘴形一样 嘴形一样 所以他为了要解开媳妇的心结 反而是拜托那个秋月去说谎 要让他的媳妇内心不要一直记恨这件事情 那这个就是主要是阿希宇这一篇的内容 那这一篇其实我考证了很多的日据时代的史料 包含那个出征的日期 包含那个当时的台湾物资的配集 还有很多还有日本兵如何如何 考证了之后我再来写 真实的阿希宇他确实是 就是说他而且他活到108岁 而且更感人的这个一定要补充讲 他在他丈夫死后不久 29岁那一年一直到他过世前 他每天一定煮一桶的茶 然后放在我们眉山的路口 让来来往往的人都可以喝 奉茶就对 奉茶对 那个茶壶上面会贴两个字叫奉茶 好 我永远记得我小时候特别我问过阿希宇 因为我叫他姨婆 我说姨婆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煮奉茶 然后他告诉我 他说在我丈夫死后不久 有一天我梦见他回来了 然后他告诉我说 他这一路走过来 路很遥远 人很口渴 但是他都没有喝到一杯茶 就这样子 因为这个梦 他从29岁煮奉茶一直煮到108岁 除了台风天不能煮之外 每天煮 以前 这真的是太感人了 对 所以我们说很多小人物 他们所执着的那种爱情 亲情 那个真的是感人 那这就是我这一篇阿希宇 而且真的是真人真事 阿希到最后这个年老的时候 还记得要帮忙解开他这个 他媳妇心结 对 还要去做一个善意的谎言 告诉请这个邱月去帮忙说 他听到是念阿珠不是阿布这样子 对 好那最后一篇呢 是阿满的苹果 这篇其实蛮好玩的 一个苹果 然后能够衍生出这么一大段的一个故事 然后后来写了一篇作文 然后得奖这样子 好有意思喔这篇 这篇很好玩喔 嗯 嗯 金明有没有发现 那个阿满是谁 阿满是你吗 对 阿满就是我 这真的是真人真事 就是我自己的事了 他有讲到对 他去这个梅干工厂做女工 对 还有这个说起来很好玩 我们现在苹果一百块 可能可以买到五颗 对 那个是就是说 开放外国水果进口了 那在从前的台湾 真的是除了家里面有人生病 他说好期待有人生病 可以吃苹果 对 而且很高级 一粒苹果 比如说像我有八个兄弟姐妹 再加上父母 再加上一个老祖父 所以一颗苹果要切成十一份 好几份 那小时候就是这个很好玩 我们都有远足 金明你们有没有 有有有 小时候有 就是小学生们从这个学校 要走到另外一个地方 然后在那吃完午餐 然后再走回来 带一堆零食在包包里 对 然后远足那一天都好快乐 好 那我永远记得就是 我在国小应该是四年级 那时候去远足 那到了我们走大概两个钟头的路 到一个华山国小区 然后到那里大家围在一起 然后就很高兴啊 他开始你拿你带出来的东西 然后通常我们带的都是肉掌 面包胖 或者是那时候最多的零食叫乖乖 乖乖你还记得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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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金小姐型的 因为他们家开笋肝行 我都在他们家剥笋肝的 当那个工厂小童工的 那这一个我们叫他李香香 他自封为香香公主 这位香香公主 他就开始吃 他拿出来的是什么 是寿司 那时候寿司很 算是比较特别了 再加上他那个 那个餐盒是日本的餐盒好漂亮 所以我们几乎都围过来看 然后再来老师说 吃完午餐一定要吃水果 所以我们只好每个人 就是都去偷摘橘子啊 去偷弄香蕉 然后拿出来香蕉都挤烂了 可是呢我们这位香香公主 他拿出了一粒苹果 哇当他一拿出来的时候 我们所有小孩都围过来 然后他就往嘴巴一扛 然后我们跟着那个口水全部冒出来 吞下去 吞口水 然后他 他那个烤烤烤烤在嚼的时候 他眉毛竟然是皱起来的 然后他边嚼边说 买滴没脆 还咸就对 还在咸呢 然后接着他又讲了一句 我们听了都很 很不可思议的话 他说一大兰的苹果 我就不相信我拿到的会是一颗不好吃的 就那么衰就选到那可以 然后接下来他又咬第二口 因为他要证明不是那么难吃 可是他咬第二口的时候 眉毛皱得更紧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旁边有一个垃圾桶 嗯 他咬了两口的苹果 竟然就往那个垃圾桶 咻 咚 丢下去 我们所有小朋友的眼睛就跟着那个苹果 这样飞过去 然后 头跟着转 对 看着那个垃圾桶 然后再来呢 是我们老师召集我们 然后要回家 回学校去了 那整条路上 我想所有的小朋友内心都只是在想一件事情 那颗苹果为什么不给他吃要丢掉 对 还有 还有 怎么样回去捡那颗苹果来吃 真的很想 我也是 好 然后但是我觉得我脸皮还是薄了一点 因为这样子太丢脸了 好 所以我很忍耐哦 我回到了学校老师喊 解散 然后我还冲回家去把我的那个珠包跟那个鞋 然后踢进去打赤脚再冲回去那个华山国校 那那来回大概四公里哦 好 我再冲过去 然后半路就遇到了两个男生 这两个男生就是我们要回来的时候 两个套好了 一个假装说他要扼大便 那另外一个要陪他 好 那这两个人 原来他们是利用这个当借口 回去捡那颗苹果 好 然后因为我 我要回去的时候 要捡苹果的时候 我带着我的狗去了 我的狗是黑色的小黄 好 黑狗小黄 对 然后结果那我的狗去看到了那两个男生就跟他们玩 好 就扑过去要跟他们玩 然后那两个男生以为狗要咬他们 结果就跟那个狗就打起来了 然后后来是那个男生手上都拿着一个什么东西一直去捶那个果的狗 然后我看清楚的时候发现我的狗的脑袋瓜上面都是那个红红白白的那个残渣 才发现原来这两个男生去偷捡那颗苹果 拿苹果砸狗就对了 对 然后可是被狗一追着咬的时候就拿苹果去打我的狗 结果三个小朋友通通每苹果吃就回去了 这是真人真事 然后回去了之后再来更惨的是两个礼拜之后 刚好全校作文比赛 然后全校作文比赛我们老师要我们写的题目是我最大的愿望 那结果 我就把那个整个的过程 那两个家伙怎么样骗老师要饿大便 然后怎么样偷回去捡苹果 然后写到最后结束就是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一个人单独吃一粒苹果 因为没吃到 对这时候以现在角度看起来会很好笑 可是在那当下你心里就很不甘愿 你就很想一个人独享一科这样子 对因为没吃过 不用偷偷摸摸这样子 然后不必在那边哇 好那结果惨了 那时候大家所写的最大愿望都是要当律师啊 当那个肥将军啊 当蒋总统 你知道为什么叫要当蒋总统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蒋中正当总统 当了五届吧 所以我们不知道总统跟蒋总统有什么差别 所以总统就叫蒋总统 所以哇那个大家写都是这样子写哦 哇那个每一个志向都很伟大 只有我一个小女生 我写的竟然的愿望竟然是一个人单独吃一粒苹果 好啊 可是我觉得我的老师很伟大 他竟然觉得我的这篇文章写得很好 所以惨了 我就得到全校第一名 那全校第一名的结果就是 要被贴在布告栏上贴一年 那这一年我就完了 所有的小朋友都知道我内心的渴望 每个人就开始看到我就骂我姚骚 你知道姚骚是什么意思吗 不是啊 闽南话的贪吃鬼 就是饕餓 哦 饕餓 就是姚骚 那个最爱吃的那个姚骚 或者叫我姚骚 爱吃鬼 好 然后还有说我是 所以我一直想偷偷回去偷捡那一粒苹果 我这样子被笑了半年多 可是另外那两个应该也被笑吧 那两个最可怜就是因为我的文章写到他们 而且把他们的罪状全部写出来原来他们欺骗老师说要饿大便 原来他们跑回去偷捡 哦所以那两个从此跟我成为仇人 而他们两个也被笑到半死 好所以一篇作文伤到三个小朋友 好 不过很好玩 就是说这一篇我们可以说利用了小时候的一个回忆 然后把那个那个年代反共复国的年代 还有物资缺乏的年代 把它做一个呈现出来 李香香都没事了 他这样咬两口就丢掉都没有人骂他浪费 大家应该都会心里面骂 但是又不敢直接骂 不好意思 那因为他跟我是死对头 所以他后来一直嘲笑我 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他 不过老实说我们后来成为很好的朋友 因为他后来我写这一篇 他看完之后他就打电话给我 你那个李香香就是我对不对 我说当然啊 只是把你的名字改了而已 他知道是他 是是很有趣 好我们今天介绍这个头背汉与花姑娘 王琼琳老师的第二本小说 一样是由三民书局所出版 好谢谢老师 谢谢